白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称 白俄罗斯与俄罗斯两国武装部队 西部2021联合战略演习 进入到活跃阶段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观摩了当天的演习 同一天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俄空降兵驻普斯科夫兵团 首次进行了夜间空降突袭演练 俄国防部12号表示 演习中600多名全装空降兵 30辆空降战车和装甲运兵车 被空筒到指定地点 散兵部队在空降行动中 使用了现代导航系统和夜视装备 在着陆点集结完毕 空降装备解锁整备后 空降部队在炮兵和防空部队的掩护下 攻占了野战机场 并消灭了假想敌